2021年7月8日星期四 你好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通首先带你来关心冠病疫情的消息 大马今天暴增了8868宗新确诊病例 写下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高指数 最高记录的单日确诊数据是在5月29日的9020宗 随着今天有8000多人感染关病 国内的累计确诊病例也已经突破了80万大关 来到了80万8658宗 在各州病例方面 雪兰儿的确诊人数同样写下了新的记录 爆4152宗 吉隆坡的情况也相当严峻 爆1133宗 接着是排在第三位的森美兰 有897宗 在北马方面吉打爆360宗 冰城237宗 而玻璃市则是1宗 另一方面 全国冠病基本传染数昨天录得1.07 不成的指数依然是全国最高 爆1.22 另外有多达10个州数 以及联邦直辖区的指数是超过1的 他们包括吉隆坡 彭亨 森美兰 水兰儿 马六甲 吉打 沙巴 霹雳和冰城 而在疫苗接种方面 国内的单日接种剂量昨天再一次取得新高 包括第一和第二季一共打了三十七万五千八百四十二剂 累计借种突破了一千万剂 换个焦点 来看政治新闻 首相办公室昨天下午宣布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迈沙比利获得措身为副首相 外交部长西山穆丁则升为高级部长 随后巫统最高理事会也在当天晚上开会 而党主席阿摩扎西在会议结束之后 于凌晨十二点多将近一点的时候宣布 巫统基于七项理由 包括抗议不力 立刻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 而不会等达八月 该党也要求首相主动请辞 体面下台 并且在既定的时间内选出一名新首相 不过阿摩扎西重申 巫统不会支持公正党主席安华出任首相 也不会和有行动党存在的西蒙合作组织新政府 巫统要导慕尤丁立刻导致政坛风起云涌 到底首相的地位还稳不稳 国门政府还能不能够坚持下去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今天就第一时间表示 他愿意出任过渡首相带领人民度过这个政治危机 不过另一名巫统元老沙里尔则认为 即便慕尤丁被推翻 昨天已经被任命为副首相的伊斯麦沙比利 可以出任代首相 所以国盟政府的政权是不会被动摇的 面对一连串的逼宫行动 首相慕尤丁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或被动为主动呢 前总检察长阿班迪就认为 慕尤丁应该会在国会会议上通过信任动议 寻求国会议员的支持 以便继续担任首相 这样国盟政权就能够维持到下届 国会大选 楼区国会议员兼国盟国会议员理事会主席沙西旦 就强调没有任何国会议员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 而来自巫统的部长和副部长也不会辞职 沙西旦也促请党主席 针对撤回支持慕尤丁的立场做出解释 并且说清楚 要求慕尤丁辞职的期限到底是什么时候 而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穆沙则说 党主席宣布巫统退出国盟这件事 并没有在最高理事会会议上讨论或者是通过 也不是他们在会议上达致共识的事情 不过该党立名最高理事兼国会副议长阿萨丽纳却表示 巫统最高理事会昨晚是一致同意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 来看行动党的反应 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认为 巫统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 也就意味着慕尤丁已经失去了国会的大多数支持 已经没有宪法地位继续担任首相 因此慕尤丁最应该做的就是辞职 对于阿末扎西子 巫统不会支持共政党主席安华成为首相 以及由西蒙和行动党主导的政府 陆兆福则表示 巫统与慕尤丁关系破裂是国盟的内部问题 不应该扯上西蒙和行动党 而行动党副秘书长尼可敏则说 如果巫统的这项决定造成国家局势动荡以及政治不稳定 行动党将以开放的心态探讨和考虑与巫统之间的合作 当然不管外界有什么动作 最重要的还是慕尤丁到底会怎么应对危机 虽然我们目前还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可以肯定的他已经在行动了 今天早上他就在住家接见了多名部长 他们包括新科副首相也就是巫统全国副主席伊斯麦·沙比利 内政部长韩沙·赞努丁 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 还有总检察长伊德·鲁斯 相信这就是为了要商讨如何应对这项变化 无论如何这些高官在中午离开首相私底时 并没有对媒体透露任何口风 政坛风云诡诀多变 不过有一样事情是绝对不会变的 那就是抗疫绝对不能松懈 光明日报提醒大家做好本分 小心防疫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再见